全油管最快新闻 邮瑶汽车公司董事长及首席财务官存在虚构效量 管理混乱等严重不党行为 公司战略部清晰令目标难以抵达成 虚构效量威力了融资目的 涉嫌欺骗投资人 另外公司产品力提升销售业务良好 但却被迫中止 而融资团队虚构数据已大洋融 导致公司现金流恶化 供应商挤兑 希望公司及时整改 重建信任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